一是迅速采取封闭措置 7月22日立地关停凯亚公司 转运企业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核酸检测 区域指挥部前已到大连湾街道坐镇指挥 7月23日除保障群众生活和重要国际营生的企业 正常运动员对大连湾区域其他企业全部关注 对辖区全域实施封闭管理居民居家观察 于25日潜入完成核酸检测 对进出大连湾的16个铺路口 封闭酒和管控其一个车辆凭证工具